接下来咱们往下看这个功能 咱们开始做正式的品位购的业务功能了 那么咱们这一步做什么呢 主要做的是商品详细页的一个数据显示的功能 数据显示的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生成一个展示商品详细信息的这么一个页面 这是我们这一步要完成目标 但是不包括那些动态效果 不包括动态效果 咱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怎么来实现 咱们要做这个功能之前 还是先履试一下整体的思路如何来实现 我们说商品详细的生成这部分 它是不是仍然是属于一种业务逻辑 对于我们的工程来说 它是不是属于一种业务逻辑 所以对于业务逻辑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给它单独例成一个服务 对吧 就像我搜索有搜索服务 对吧 我商家商品有商家商品服务 有这个什么广告服务 对吧 等等等等 后面还会建很多很多服务 那么我们说这个商品详细的生成的部分 它应该属于单独的一套逻辑 对吧 那么我们应该什么 应该给它做成一个服务 换而言之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和页面生成的部分 都放在这个服务里 因为可能我们以后 我们还做到另外一个什么时候生成 页面生成 不一定是商品详细页 那我们也会放到什么 放到这个工程里来做 OK吧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页面的生成 那么既然这样 我们就怎么办 首先第一步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搭建工程 是不是 来搭建工程 搭建一个服务 把我们进行这个网线静态化的逻辑 我们都写在这个服务里 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运营商户台 就可以去调用它 可以去调用它 咱们现在首先搭建一个新的模块 搭建一个新的模块 新建 新建一个模块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说的品优 品优 够 够 配置 够 interface OK吧 就是我们用配置这个名了 配置就是页面吧 就是所有和页面生成相关的都放在这里 那这时候我们拍 没错吧 这个选这儿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模块我们就建好了 这个接口模块我们就建好了 那么接口模块建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写这个逻辑 要写一个逻辑 那怎么写呢 这里我们就先建一个包 这个包呢叫 come.品优 够.配置.service OK吧 写这么一个包 这个包下我建立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 atom.配置.service OK吧 itom.配置.service 因为我们生成这个页面 是不是就是一个itom.页面 是吧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里叫 itom.配置.service itom.页面的试图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 我们应该写一个方法 对吧 写个方法 比如这个方法名 我就要定义什么呢 定义成 gnaitom.htm 就定义成这个名吧 我这里返回布尔的原因是我想知道什么呢 是成功失败是吧 我想给他一个反位值 那么你冒一段其实也行 我这里为了给他 给他调用方一个反位值 我这里用个布尔 那么这时候我们叫 gnaitom.htm 然后这时候我们叫 传一个什么 固载力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里需要根据固载力 根据这个沙米编号来进行生成 对吧 一个spu 是不是我要对应生成这么一个页面呢 所以说你生成页面 必然要告诉这个编号是什么 你得根据这个编号 根据spu的编号 来查这个信息 你才能够把这个信息怎么办 读取出来 在这种数据库中查这些信息 才能够读取出来 所以说你要传这个编号过来 生成商品详细页 我们给他封在这个逻辑里 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再接着往下建了 我们建一个service工厂 建一个service工厂 品 优购 -配置-service 然后呢 我们 找到parent next 这里选什么 选什么 好 这个工程呢 其实和我们之前的那个服务 是不是可以 就是可以参照别的服务工程来做 比如说我我参照一下这个这个设置service这个这个服务啊 或者是参照别的广告服务啊 广告服务也行啊 这个时候比较 要少一些 我们现在把它给你拿过来啊 然后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page service啊 咱们把这个部分给它粘过来啊 粘过来之后呢 这里需要改一下 前面不用改了 然后呢 接下来后边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改一下 改成page是吧 然后DO呢 他也要读取的数据库的啊 他也要读取数据库的 所以说DO保留 配置改成一个page啊 就行了 别的没什么了吧 别的 端口就改一下啊 端口改成9005 该盘到5了吧 这个commy工程呢 其实你这里头 暂时没什么用是吧 暂时没什么用 我们就可以去掉 就是用的时候再说 用的时候限加 这时候我们现在把它加入后 OK 看明白了吧 这时候就把它拿过来了 把它拿过来之后呢 接下来 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web.xml需要加进来 所以说我们要去从 其他的这个服务工程中 把那个人考过来是吧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 这个地方 把它考过来 大家看一眼 对不对啊 对吧 是吧 没毛病吧 这是一个服务工程中 干不了 怎么样啊 把他拿过来之后 接下来 是不是还有应该有什么 配置文件 是吧 就这三道东西啊 然后咱们把这个考过来 对吧 没问题吧 这就可以了啊 这也得改一下吧 打开 这个时候 2088 是吧 排到5了吧 都排到5了 这是什么 配置 service 这个也得改一下 配置 没问题吧 这回把它都拿过来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基本的这个服务的架子 是不是就搭好了 搭好了 搭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这个配置文件中 做一件事 做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要给他 放一个病进来 这个病是什么病呢 在这儿 就是一个叫 Firmarker Config 这么一个病 把这个病放进去 注意这个病是谁提供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包名 是死不容提供的一个 对Firmarker的一个支持的 一个配置件 OK吧 然后呢 这里头配了两个属性 你看这属性干嘛用的呢 一个是模板的物录 一个是我们的自服级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配置的话 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配置类的话 我们的代码呢 就可以再省两步 因为我们之前所做的 这个是不是我的需要去 每次我都得去设置这个目录 和我们自服级啊 那么这样一来 我是配好一个病 他之后通过他 就能获得一个配置类象 那么就不用再去写这两句了 那里吧 比如说我们把那两句 第二步和第三步的这个实现呢 是放到配置文件里去做了 这个能力也吧 从这里去做配置类象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关于这个remarker 就是一个配置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它的一个基本配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代码的生成啊 代码生成 其实我们说还有一个东西啊 还有一个东西也比较适合于用这个 呃 配置来实现啊 就是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之前写的那个代码代码吧 我们之前写的代码代码的话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一个生成的目录 是吧 我们这里生成是一个地盘的根目录 对吧 那么假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去指定一个目录 它就生成了 这一部分代码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写 写成死的呢 不应该 你要写成死的话 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因为你实际中这个软件的部署环境 有可能是个 Linux系统 对吧 Linux系统是没有地盘的 但是你本地开发环境是有地盘 是Windows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 就造成了很大的差异 那这时候呢 你而且实际的环境呢 具体放在哪 那真正只有在运营的时候 运维的时候 是不是才会决定呢 是吧 所以你在开发的时候 是不知道这个木屋存在哪 那这时候又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配置啊 给提到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 有一种配置文件是不是叫属性文件 这个属性文件呢 这个之前我们说这个DEO 比如说这个DEO 这个DEO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属性文件 db点 properties 那好了 我现在呢也可以在这儿去建立一个什么 我在这儿建立一个property 然后呢 我把这个改下名 我把这个改下名 这个改上什么呢 比如说就改上叫配置 行吧 改上叫配置 配置的话 我把这个改一下啊 这个就比如说叫配置DR 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么定义一下 然后D盘 比如说我要放到哪里呢 放到D盘的ATOM这么一个目录里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么指定了 然后我在我的代码中 是不是就可以读取这个目录 然后直接去拼解这个东西就行了 对吧 把这个读出来 拼出来就行了 这时候就放不多了 就放不多了啊 这是我们说的 整个的这个目录啊 就说到这儿 然后咱们把它拿过来啊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可以正式的来编代码实现啊